大家好,歡迎收看宣估王 銀子今早跌了20點,今晚首部25608點 本日成交今晚有742億 昨晚美股再次衝高回落 似乎破頂之後,升勢也不太順 港股昨天大跌後,今早就回憶了 看到科技股,ATMX 也不太差 當中美團,亞利更加升超過百分之一 支撐回大市 不過問題是資源股大跌 由有色金屬、煤炭、石油等 年代金融股也被大了下來 匯控也受壓,拖低大市 現在資源股連續兩天大跌 都是有內地因素 報導說法改位,限了煤炭的坑口價 440元,最多是上浮20% 只是500多元 相對之前期貨也炒到千多元 其實真是一個大折量 自然是煤炭股下跌,電力股上升 煤炭股見到煤煤跌了6% 電力股,潤電比較好,升了6.6% 其實現在整個煤炭短缺,電力不足 故事可能都差不多了 現在火電股,可以想到衷景的空間就不太大 始終電價也加了,煤炭也下了 也是一個有波幅沒有升幅,很難再創新高 現在反而是買一些綠電股 不過綠電股的問題就是 技術走勢比偏弱 也有些獲利盤 似乎都要去到50天線 試一試的支持,才會有個回穩 可以後低吸納 可以看看醫藥股,CRO的股份 其實近期市場都不太多機會 比較多是炒波幅 例如若明,雖然由高位都回落不少 但在大概81,82這些區域 都形成了一個上落市格局 而今早就大概落到116元 如果再落低一點,例如13,14 可以小處收集,反彈 去到高位就沽貨獲利 可以考慮一下短期的策略 今天就這樣,拜拜